直播电商真的会打压实体经济吗 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对直播带货意见很大 说直播电商模式省去了中间环节 依靠低价切走了实体店铺的蛋糕 认为直播带货挤压了实体经济 2月26号广东卫视财经狼眼谈话节目 邀请了社科院专家消费者和电商创业者 共同讨论直播电商也属于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创造了真实的经济价值 我举个例子 90年代商场里的一件有牌子的T恤要上千块 现在同等质量的T恤只要几十块上百块 背后是流通渠道的畅通 使得价值流通更畅通 商品更丰富 以抖音电商为代表的电商平台 让普通人也能够抓住的技术红利 2023年上半年平台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活跃电商主播数 达到337万人 直播电商并没有切走实体经济的蛋糕 而是参与做大了蛋糕 不仅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包括主播助理客服物流等等多个环节的岗位 还能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新的渠道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还有付不起租金和营销费用的 国货美妆 国货日化用品等品牌的重生和崛起 也是直播电商时代的一大亮点 咱们就说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模式 新技术的发展势不可当 但是消费者始终有新的需求 期待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话说 你喜欢线上还是线下买东西呢 感谢观看